约纳书 第一章 耶和华的话 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纳 你起来往尼尼维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约纳却起来 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 下岛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 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 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 然而耶和华是海中起大风 海就狂风大作 这只船几乎破坏了 随手便惧怕 个人哀求自己的神 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 为要使船清洗 约纳已下到顶舱 躺卧沉睡 船主到他那里 你这沉睡的人哪 为何这样呢 起来求告你的神 或者神不灭我们 使我们不知灭亡 船上的人彼此说 来吧 我们撤迁 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于是他们撤迁 撤出约拿来 请你告诉我们 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你以和事为业 你从哪里来 你是哪一国 属哪一族的人 我是希伯来人 我敬畏耶和华 那创造沧海汉帝之天上的神 他们就大大惧怕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 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我们当像你怎样行 是海浪平静呢 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译 你们将我抬起来 泡在海中 海就平静了 我知道 你们遭这大风 是因我的缘故 然而那些人竭力荡奖 要把船拢案确实不能 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 他们便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 我们恳求你 不要因这人的性命 使我们死亡 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 归于我们 因为你 耶和华 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 他们虽将约拿抬起 抛在海中 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 向耶和华献祭 并且许愿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 吞了约拿 他在渔腹中三日三夜 约拿在渔腹中祷告耶和华 他的神 我遭遇患难 求告耶和华 你就应允我 从阴间的深处湖起 你就服听我的声音 你将我投下深渊 就是海的深处 大水环绕我 你的波浪红涛 都漫过我身 我说 我从你眼前 虽被驱逐 我 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珠水环绕我 几乎淹没我 深渊围住我 海草缠绕我的头 我下到山根 地的门 将我永远关住 耶和华 我的神哪 你却将我的性命 从坑中救出来 我心 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我就想念耶和华 我的祷告 进入你的圣地 达到你的面前 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 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旧恩 出于耶和华 耶和华吩咐于 鱼 鱼就把约拿吐在汉地上 约拿书 第三章 耶和华的话 二次临到约拿 你起来 往尼尼维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 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约拿便照 耶和华的话起来 往尼尼维去 这尼尼维是极大的城 有三日的路程 约拿进城 走了一日 宣告说 再等四十日 尼尼维 必倾覆了 尼尼维人信服神 便宣告尽时 从最大的 到至小的 都穿麻衣 这信息 传到尼尼维王的耳中 他就下了宝座 脱下朝服 披上麻布 坐在灰中 他又使人 便告尼尼维通城 王和大臣有力 人不可成什么 牲畜牛羊 不可吃草 也不可喝水 人与牲畜 都当披上麻布 人要切切求告神 个人回头 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 或者 神转意后悔 不发烈怒 使我们不致灭亡 也未可知 于是 神查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 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祸 降与他们了 约纳书 第四章 这事约纳大大不悦 且甚发怒 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 我在本国的时候 岂不是这样说吗 我知道 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人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 所以我急速逃亡 他失去 耶和华 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 因为我死了 比活着还好 你这样发怒 何乎理吗 于是 约纳出城 坐在城的东边 在那里 为自己搭了一座棚 坐在棚的印下 要看看那城 究竟如何 耶和华神 安排一颗匕马 使其发声高过约纳 因而遮盖她的头 救她脱离苦楚 约纳因这颗匕马 大大喜乐 次日黎明 神却安排一条虫子 咬着匕马 以致枯膏 日头出来的时候 神安排炎热的东风 日头曝晒约纳的头 使她发昏 她就为自己求死 我死了 比活着还好 你因这颗匕马发怒 何乎理吗 我发怒 以至于死 都何乎理 这匕马 不是你栽种的 也不是你培养的 一夜发生 一夜干死 你尚且哀惜 何况这泥泥为大城 其中不能分辨 左手右手的 有十二万多人 并有许多牲畜 我岂能不爱惜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使徒行传 第二十二章 诸位父兄请听 我现在对你们分诉 众人听他说的是西伯来话 就更加安静了 我原是犹太人 生在基利家的大树 长在这城里 在加玛列门下 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 热心侍奉神 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 直到死地 无论男女都锁拿下奸 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 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我又领了他们达语弟兄的书信 往大马色去 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锁拿 带到耶路撒冷寿刑 我降到大马色 正走的时候 约在上午 忽然从天上发大光 四面照着我 我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我回答说 主啊 你是谁 他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 却没有听明白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说 主啊 我当做什么 主说 起来 进大马色去 在那里 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 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 进了大马色 那里有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按照律法是前程人 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 他来见我 站在旁边对我说 兄弟扫罗 你可以看见 我当时往上一看 就看见了他 他又说 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 叫你明白他的旨意 又得见那异者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 现在你为什么担言呢 起来 求告他的名受洗 洗去你的罪 后来 我回到耶路撒冷 在殿里祷告的时候 浑游向外 看见主向我说 你赶紧地离开耶路撒冷 不可迟言 因你为我做的见证 这里的人必不领受 我就说 主啊 他们知道我从前 把信你的人收在间里 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 并且你的见证人 司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 我也站在旁边欢喜 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 主向我说 你去吧 我要拆你远远地 往外邦人那里去 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 就高声说 这样的人 从世上除掉他吧 他是不当活着的 众人喧嚷 摔掉衣裳 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 前夫长就吩咐将保罗 带进银楼去 叫人用鞭子拷问他 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 是为什么缘故 刚用皮条捆上 保罗对旁边站着的 百夫长说 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 你们就鞭打他 有这个力吗 百夫长听见这话 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 你要做什么 这人是罗马人 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 你告诉我 你是罗马人吗 是 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节 我生来就是 于是 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 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 又因为捆绑了他 也害怕了 第二天 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 便解开他 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 将保罗带下来 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诗篇第四十四篇 可拉后裔的训会师 焦宇灵长 神啊 你在古时 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 我们亲耳听见了 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 你曾用手赶出外国 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 你苦待列邦 却叫我们列祖发达 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图 也不是靠自己的绑臂得胜 乃是靠你的右手 你的绑臂 和你脸上的亮光 因为你喜悦他们 神啊 你是我的王 求你出令 使雅各得胜 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 靠你的名 要践踏 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 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功 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 为你救了我们 你是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 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 你是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 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 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 所得的价值 并不加添你的资财 你是我们受灵国的羞辱 被四围的人吃笑击刺 你是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 使众民向我们摇头 我的灵入终日在我面前 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 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 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 这都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却没有忘记你 也没有违背你的约 我们的心没有退后 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 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 用死印遮蔽我们 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 或向别神举手 神岂不见察这事吗 因为祂晓得人心里的隐秘 我们为祢的缘故 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仔的羊 主啊 求祢睡醒 为何尽睡呢 求祢兴起 不要永远丢弃我们 祢为何掩面 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 所受的欺压 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 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 求祢起来帮助我们 凭祢的慈爱救赎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